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标后员创意超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记得 今天教大家钓一只熊猫 也就是panda 需要用到的材料有断木料、铅笔、尺、雕刻刀 然后是U型凿和V型凿 但是这个凿子不是必须的 没有凿子用一把刀一样可以完成 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木料的尺寸 10厘米 然后宽是2.5 具体的熊猫的占的那个位置 大概我会选择4厘米 在4厘米的区域打个点 然后是2厘米的位置 也打一个点 4厘米我们就可以 把四个面都画出来 4厘米 2厘米的只需要画前面两个面就行了 然后还是我会画出那个中线 中线 然后是两边的两条线 我会我会取一个0.5的位置 打个点 然后是画一条平行线和这个中线平行的 这边也是0.5 然后是画一条平行线 实际上这个是要 然后连接这个 打上阴影 首先去掉这个阴影的部分 好了 继续 然后第二步是 我会选择那个 这一面 比方说这个 我会选择在1分之1的区域 下面这条线也选择在1分之1的位置 打个点 1分之1的位置 1分之1的位置 然后 再值得 打上一 上面这个位置 我会选择把这个 上面这一部分 4厘米的这个区域分成三等份 这条线 1分之1的位置 打个点 连接这个 1分之1的位置 连接下面 连接这个 然后去掉这个 1的区域 这样少年 去除这个部位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耐心一点的 不要用力过猛 因为你用力过猛 就把上面这个部分去掉了 去掉之后你这个熊猫就完成不了了 往下也是一样的 把那个力量控制住 你控制住那个手部的力量的同时 自己的安全也得到保障 因为玩这个雕刻始终是 刀要在人的那个 人的百分之百的控制之下 不要让它失控 刀一失控 你谈不上雕刻了 人跟着刀跑了 你们还是速度放慢一点 可以 因为我是视频时间有限 所以我不会省略任何步骤 但是我的速度会稍微加快一点 这个就完成 然后继续画辅助线 这个二分之一的位置 打一个点 上面这一条一样的 二分之一的位置 连接起来 这个是要去除的 然后这条边线 我把它分成三等分吧 三等分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看到没有 三分之一的位置 标注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的 三分之一的位置 标注一下 这个是实际上是耳朵的区域 然后可以开始去除 然后下面这个也可以把它分割一下 这是熊猫的头部的区域 可以把它区分一下和下面这个部分 和身体的部分区分一下 另一边是一样的 另一边是一样的 然后是耳朵 然后画这个耳朵的辅助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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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看成一个正方形 画上去 然后用这个V型凿 没有V型凿 用刀也可以啊 把这个耳朵的正方形凿出来 另外一边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耳朵和头部分离出来啊 耳朵和头部的结构 大概是耳朵是这样斜过去的 看到了 这样斜过去的 所以这个打阴影的区域要去掉 脑后和这个是一样的 他们的关系是一样的 我切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样的 这么个意思 这边也是一样的 耳朵这边可以来两档 然后我们把这个脸部 脸部这边也是往上 往上削 后面固度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熊猫的脑袋的后面部分 然后是耳朵可以 切一点 让耳朵有个角度 不错 将这边是泳朵一样的 带来 下面是熊包的这个鼻子和脸部的区分 选择这个高度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这条线的二分之一 这边也是二分之一 连接起来 可以用那个卫星灶 如果没有卫星灶的话 雕刻刀是一样的 首先切 然后上下各一刀 切 上下各一刀 然后我们把这个熊包的脑袋的角度调整一下 它脑袋的角度其实有一点抖的 这个还是比较平缓的 看到没有 所以选择这个二分之一的位置 脸部这边 然后往上削 然后整个头部 往后削一个坡度出来 继续 这样子 这点是 有一点 还有一点 那边是 一边 那边有两天 有一点 湯 这个角度就比较合适一点 然后把前面突出的这一块往下削一下 就是这个熊猫的类似于下巴这 它有一个坡度就是从这往底下削一下 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 然后实际上你画上这个 眼睛 鼻子和嘴的区域可以先画下来看一下 这样就比较像了对吧 接下来是处理它的躯干部分 二分之一的区域 二分之一的位置 延伸出来也是二分之一的区域 把这个线延伸过来 但是是往上的 做个斜线 这个位置也是 做斜线 二分之一的区域 往上 可以用V型枣也可以用刀 另外一边是一样的 前面这个部分也是一样的 把这个延伸过来 下面实际上熊猫的那个大腿的部分 上面就是上臂的部分 区分块 然后是整个的这个区域 整个这个区域把它往里修 往里销让它有一个坡度 然后可以把这个熊猫和这个底座分离一下 包括这个后面 我也是选择这个三分之一的区域吧 包括这个角度 把它的整个熊猫的主体和底座分离一下 让它们开始进行 和这种族的族里面 好好感谢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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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欢迎看 пис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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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也可以 谢谢观看 doct 然后还是跟你们画一下 就是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要去除的 因为要把它的腿中间分开 所以中间这部分要去除掉 直接垂直的 垂直 然后可以稍微修整一下 包括这个腿和这个上臂 把它区分的更明显一点 调整一下这个腿的形状 然后画出那个熊猫的前臂的位置 这是上面 这个 我把它调刻出来 这边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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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示范的这个区域包括切割这些线都没有用到这个凿子 就是像你们表示 其实用刀有时候很灵活的可以处理这些位置 一把刀也够 反正只要有耐心吧 手能生巧 大致的区域分出来了 然后你们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些有些位置精修一下 比方说厚度 肚子的厚度修一下 然后比方说这些位置还有棱角的 把它过度的稍微 观察整个头部是吧 过度的稍微柔和一点 不要太生硬 耳朵的后面的弧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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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可以用刀也可以用这个V型招把这个耳朵中间挖一下 用这个浅的V型招一下就可以了 随便来一下 耳朵就挖好了 然后整体修整一下就可以上色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